RT-R集团对塔斯社说 这将决定制造这种无线电光子探测器的主要方案 这意味着该公司可以在几年内制造出无人机 使用的超轻雷达和小型雷达的原型 该公司说光子雷达可提供无线电波成像 在图像细节更丰富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确定目标的类型 这与俄罗斯无线电电子技术集团KRAT此前的说法一致 突然美国F22战斗机报道着 担任KRAT公司第一副总裁顾问的弗拉基米尔米赫耶夫 去年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说 据我们估计 这种无线电光子雷达的探测距离 将超过气流的雷达 而且当我们以前所谓有的宽频率照射敌人时 我们可以更准确的知道它的位置 经过处理后 我们将得到几乎与照片 无异的无线电图像 KRAT这 该公司已开发出光子雷达各自部件的可工作原型 公司目前正在建造该系统的全尺寸原型 图为美国F35战斗基米赫耶夫说 作为研发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在实验原型的基础上 制造出发射器和接收器 我们发射一个超高频信号 它被反射回来 我们再接收和处理它 并得到一个物体的雷达图像 我们还要看看是要做些什么 使其发挥最佳作用 报道认为 俄罗斯并非最先开始研发光子雷达的国家 2014年 一个由意大利资助的项目 基于光子的全数字雷达PHODRR项目 开发出首个完全基于光子的相干雷达系统 光子雷达用激光 绿光细合光第二机管 取代传统 雷达的电子电路 产生高精确度 高质量的视频信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